随着科技越来越发达 和社会环境的转变 小朋友无论学习还是休息 都用多了很多电子产品 有时不觉不觉就对着电子荧幕很多个钟 其实都知道对眼睛不好 很容易会有近视和散光的问题 都挺令人担心 由于小朋友正处于发育阶段 长时间对着荧幕是会刺激眼睛 容易令眼族增长 继而引发近视或者导致近视加深 所以家长除了要确保小朋友 看着荧幕的时候要有充足的光线 还要留意荧幕的光度 应该和周围的环境差不多 或者是荧幕最大光度的六至七成 还有要尽量降低荧幕的反光和圆光 降低对双眼的刺激 平时我们都会提着小朋友 双眼和荧幕要保持适当的距离 看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要让眼睛休息一下 还有尽量限制每天对着荧幕的时间 减少对着眼的伤害 好像平时看手机一样 最需要距离三十厘米 大一点的平板电脑就要四十厘米 至于电脑就最好有五十至七十厘米 而且每二十分钟就要少休二十秒 去看看一些远的景 例如窗外的风景 让双眼的肌肉可以放松 还有每天以四至六个钟头为上限 让双眼有足够的休息 要特别注意 六至十二岁的小朋友 是处于近似发展的高峰期 近似可以加深得很快 除了环境因素 过度用眼 如果父母都有深近似 小朋友发展深度近似的机会 亦大增 所以家长最好就是由小朋友四岁开始 定期带他们去厌眼 因为如果及早发现 就可以尝试用阿托品眼药水 放松眼内的折壮肌肉 减敏近似加深的速度 我们也不想她小时就有问题 所以都尽力保护她的眼睛 希望她会有对健康的眼睛 始终当视力出现了问题 除了要戴眼镜影响日常生活之外 如果度数太深 更加会增加日后患上白内障 青肝眼、黄斑病 和视默默脱落的风险 所以家长平时很应该以身作质 做个好保养给小朋友 一起好好护眼